看看怎麼儲存跟輸出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自己的專案檔 這裡當然也有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檔案裡面 這裡 好 您把它做一個儲存 有沒有儲存專案 那當然我們剛剛講過 如果說你沒有登錄會員 是不是有90分鐘的限制 你可以從這裡 按一下 有沒有可以登錄跟註冊 那這樣他就知道你有註冊會員了 好 所以我先把我的專案先做一個儲存 好 存起來 好 存好之後呢 你看我們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輸出 你就可以把你的影片輸出 那他有兩種方法 一種 一樣 你可以選擇 就是 我只存在我的電腦 這些都是存在我的電腦 有沒有發現你也可以存在他的空間上 是不是也可以 好 而且呢你看 他不是只有儲存影片喔 有沒有 你也可以單純匯出字幕 我也可以單純匯出聲音檔案 甚至我拿到Premiere 拿到Final Cup Pro 還有一個叫達芬奇 哈哈哈哈 好 這些標準的影片剪接軟體 去做怎麼樣 銜接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要做更複雜的 這樣是不是就很方便了 也就是說他不是一個封閉的軟體 那這樣對老師在使用就比較方便 這樣您大概了解意思了 好 那其實啊 我們Veroom裡面啊 他也有場景的概念喔 你看我們剛剛MF那個MHM 是不是有場景 這裡有沒有 有 在這邊 你看 檔案的第三個 有沒有添加影片 好 今天我剛剛錄了一段 那現在我再從這裡 再增加一段 或者我自己來這邊錄音 有沒有 也可以 好 比如說你看我就錄我的螢幕 你有沒有感覺 這個看起來好熟悉 有沒有很像我們的Google Chrome Google Meet一樣 好 我就分享 好 那糟糕 我看一下 好 這個網頁的好了 來 下一步 下一步 好 開始錄影 現在我就可以切回那個網頁 是不是開始講了 我在這邊講的 都會被錄下來 當作呈堂證供 哈哈哈哈 好 錄好了 那我回到這邊 停止 切回那個網頁 是不是開始講了 我在這邊講的 都會被加進來 是不是又開始辨識了 但是等一下你注意一下 中間這裡的變化 好 你注意一下 這裡呢 它就會產生所謂的場景 所以它的場景 其實是放在正中間這裡 好 正中間這邊 喔 還好 嚇我一跳 哈哈 有沒有看到跑出來了 有沒有場景一 場景二 所以老師有多段影片 要不要分多個專案 也不用嘛 那請問場景可不可以交換 當然可以囉 按著它有沒有可以交換 對不對 那我點到它 就編輯這一段 點到它 那是不是就編輯這一段的字幕 影片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方便了 這樣 OK 好 所以我們可能今天的時間 差不多到這裡 那如果說老師呢 您對我們上課內容啊 還有問題 我們今天上課影片 我回去再整理一下 好 您可以看 那您也可以到我的部落格 在我的上面這邊 都有我的聯絡信箱 您都可以跟我聯絡 好 OK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